继续来关注的是副总统赖清德这次的出访 因为还有总统参选人的双重身份 外界聚焦过境美国 相关行程安排很低调 唯一的亮点恐怕就是驻美代表萧美琴了 一张两个人一起看球赛的背影照 预告赖萧佩似乎将浮上台面 而出访期间赖清德透过外媒专访 抛出没有所谓的台独路径 想撕掉台独标签 但是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则吐槽 赖清德努力转弯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现在只看得到他务实的一面 后面就不见了 马拉乖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开始前 副总统赖清德可没闲着 忙着跟各国元首或特使交流 赖清德这次访问 为台湾外交写下精彩一页 巩固邦誼以及深化合作 出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活动 各位媒体都给我看到 我相信已经达到了总统交付的两项任务 蔡总统交办的任务都做到了 但公务之余 因为同时有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赖清德过境美国时的相关行程 低调再低调避免有任何意外 出访期间也透过外媒专访 首度抛出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 要跟台独划清解线 我也知道赖清德这段时间都很努力的转弯 所以以前人家看一下说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现在只看到他务实的一面 后面就不见了 对手大算赖清德态度转弯 但确实台独这二字如雨随行跟着赖清德 也因为如此过境美国 言行谨慎小心 唯一亮点恐怕就是他了 我相信海外侨胞的每一份鼓励 每一份支持的力量 都是赖副总统以及团队 在拼外交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动力 校美琴打点一切 全程陪同还PO出跟赖清德 一起看球赛的背影照 引发搭配副手的讨论 为赖消贝测水温 校美琴这个传承引线的工作 以及跟赖副之间的互动的 这样子合作武器的默契 这些过程当然都会对于说 未来如果真的形成赖消贝的话 第一是水到渠成 赖清德跟校美琴 不仅有私交 公务上又有默契 两人搭档有机会成行吗 不讲就是不讲 但答案尽在不言中 记者上比 现在是台北报道